Hello 各位大家好 緊接著上一段的影片 我們介紹的健龍 嚎叫之後呢 緊接著下一個影片呢 就是這一款 淤泥 15個 然後呢 我這邊回覆一個 網上版有的問題 有人會說呢看到我們家的廁所 就知道 我就是這個介紹影片的人 我覺得你們把 重心 focus在不對的地方 不是看到我們家的廁所 就想到我 我們家廁所不是那 SOD的那個特別企劃的游泳池 不是那個床那個游泳池 所以不要看到我家廁所想到我 OK 那直接進入玩具的重點 這一款呢是 Power of the Promise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合體成員 也就是今年2018年 4月 4月 3月底4月初的時候才發售的一個成員 這一款12個 那 淤泥呢 這個角色呢 在變形的時候呢 他是作為一個 應該是雷龍吧 我一直稱為他雷龍 沒關係啦 就是雷龍好了 的一個形式 那特別要跟各位說 我很喜歡 每一次我都要講 我特別喜歡像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這裡呢 是一個 轉印式的一個貼紙的 類似貼紙的一個塗裝 我非常喜歡這個 我非常討厭這個 就是掛在胸口的這個設計 一樣我們把它拔掉 胸口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塗裝 然後跟一個博派的Mark 可能你看不清楚 沒有關係 好 那這一款 嗯 淤泥呢 他身上一樣有著非常不錯的一個細節 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 Power of the Palm這個線呢 他身上都會給你一個像這樣 這麼漂亮的一個機械細節 又不會感覺太超過 然後透明零件呢 一樣是從裡面塗裝 所以不會有掉漆的問題 不過手這邊這邊就是黑色這邊會有掉漆的問題 可惜了可惜了 好 然後在人形形態呢 一個龍的零件收納呢 也不會有太多不好的問題 好 那鏤空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把它視作為一個偷膠 但是它鏤空的地方 基本上 會讓你整個可以看到 一種很漂亮的透視感 好 等下我變形成恐龍的時候你就知道了 好 然後手上搭載的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透明零件的鍵 好 然後透明零件的材質呢 跟以前的那些透明零件呢 是不一樣的 這次的透明零件比較強韌 好 所以在把紋的時候呢 基本上不太容易擔心它會壞掉的問題 好 那頭雕呢 依舊是 非常的帥氣 各位看 非常的帥氣 然後可以從這樣看到 他們四個人的臉呢 五個角色的臉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這個頭雕呢 比較可惜是 這一隻玩具上它只能做一個左右旋轉 沒有辦法一個上下 因為它不是球關節 它是一個軸關節 做到左右而已 好 然後手臂呢 一樣可以平舉 90度 旋轉沒有問題 好 這邊一樣有一個橫向的關節 可以做一個旋轉 好 手肘可以折到90度折曲 一樣沒有手腕的關節 好 好 然後呢 都說了它是一個有腰的男人呢 所以他們一樣有腰 一樣有一個腰轉 好 然後腳呢 是一個球型關節 左右前後踢腿沒問題 搭配一個橫向關節 左右旋轉沒有問題 然後呢 腳可以折曲接近90度 因為這邊 這個尾巴的零件 這個球 這邊尾巴這邊這個軸 會把它卡住 限制住它的可動 所以這邊是沒辦法到90度 差一點點 好 不過就沒差啦 然後呢 這邊 腳腕是沒有一個貼地的 就是這樣做一塊死的 好 那我所有的這隻玩具身上呢 有非常非常大量的一個機械細節 好 非常的漂亮 裡面也有 外面都有 好 OK 那 就不囉嗦 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這三隻 我們這兩隻影片呢 都把它做一個簡單的分享 因為大家其實已經從網路上面看到 這一隻分享到滾瓜爛手了 基本上呢 我是有缺點我才講缺點 沒有缺點 我就講不出什麼東西來 好 那單人形形態呢 基本上除了手腕不能旋轉 好 頭不能上下抬頭 好 之外其實 其他的地方都不太算是缺點 好 當然 可能對你來說不是這樣子 但是對我來說 這隻其實就這樣就好了 就很簡單了 好 變形這樣把玩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壓力 好 然後這一隻呢 是在說明書上號稱它有 快要接近20個步驟的變形結構 不過其實實際上是沒有那麼多的 它基本上跟那一 我之前介紹的那一款三角龍是差不多的一個變形結構 好 各位可以就 開始看看吧 那變形之前呢 首先你必須把兩隻手向上這樣抬 可能我變形跟說明書不太一樣 大家就見諒吧 好 先掌上台之後呢 把這 兩個 胸口的 這個地方 把他左右合起來 這邊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說的 鏤空的地方 很漂亮 然後拳頭收起來 好 然後轉到這個位置 做一個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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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把後面這個雷龍的頭 把它翻起來之後 這邊這個透明零件我們把它打開 好 那我這邊是建議各位把這個地方做一個反轉 好 不然這個板子會尻到你的鼻子 好 我是不建議 所以這樣子反轉之後呢 蓋起來 像這樣子 然後 把雷龍的頭呢 這一節再做一個旋轉 好 像這樣子 這邊其實就蠻巧思的 可以把它整個 因為你 如果沒有轉的話呢 頭部的會變像這樣子 很長一根 所以他 在這邊把它做了一個 折疊的收納 這是不錯的一個設計 好 OK 夾蟹接下來呢 好 把 這邊腳的地方 這邊腰的地方 我們先把它做一個旋轉 到這個位置 好 然後呢 這個腿的地方 我們先把它向這邊轉 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等一下這一個 透明的零件會像這樣翻出來 好 所以腳就會干涉到 所以你要趕快轉出來 才不會干涉到它 好 一樣 腿呢把它轉出來 好 對呀 這邊有一個卡扣是可以對應到這邊的 這邊這個地方 一樣翻出來 像這樣子 OK 那腳裡面這邊有兩塊黑色的一個部件 好 這個部件呢 在作為 三角龍的時候呢 你在轉這個腳的時候 這邊會跟著連動 可是在這隻上就沒有 所以你必須要自己用手 把它推進去 推進去 之後呢 然後把腳一樣摺疊起來 好 摺疊起來 那摺疊起來呢 你務必這邊有一個卡扣 是一定要扣在屁股這邊 噢 屁股這邊喔 像這樣子 左右把它 扣起來之後呢 把它疊進去 然後這邊這兩個卡扣 會 要確實的扣在這個地方 好 這邊這兩個卡扣 好 那檢查一下 沒有歪歪的 沒有問題 之後呢 再把尾巴折過來 兩邊做一個結合 好 把它翻到正確的位置 好 然後腿呢 稍微的把它調整一下角度 好 這隻呢 後腳 前腳跟我們就稍微做一點摺疊 像這樣子 OK 那作為一個 Power of the Plums 最後一個成員 Slogan 好 這款 淤泥就變形完成了 好 那嘴巴是可以做一個開合的 然後頭上呢 一樣是用一個透明零件 然後裡面做一個塗裝 讓它感覺 質感上是一個透明零件蓋著 一個有色零件 其實是沒有的 這就是一個比較致敬G1的 G1玩具的一個設計方式 以前的G1是直接在塗 就是塗在裡面 在外面蓋一層塑膠殼 這是直接做成一體的 好 然後龍的脖子呢 這邊基本上是做一個鏤空的 讓它可以看到裡面的細節 好 好不好看個人 不過我覺得那是偷膠 龍型基本上沒有太多的問題 除了尾巴太短之外 這真的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 一個算是致敬玩具來說 然後呢 一樣 你可以把武器 搭載在這條龍的身上 就像你平常以前在玩你的 至尊神力的玩具一樣 你可以選擇把它搭載在這裡 也可以把它搭載在它的腿旁邊 當然看你要怎麼擦 這邊動其實蠻多的 你想看怎麼擦就怎麼擦 這裡擦這邊擦這邊都可以 擦這裡也可以 高興就好 甚至你要擦在脖子下面我也沒有意見 但是你要插得進去再說 好 所以這款玩具呢 基本上 我只能說 孩子寶這一條產線 Power of the promise 你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一個 成年人取向的玩具來玩 你會玩得很累 好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低年齡層的一個小朋友的 變形合體取向 好 那 像這樣子 額外的要你命三千插法呢 基本上也就是孩子寶為了 怕你把零件弄丟 所以它多了一個這樣子的插孔 讓你可以把零件插在上面 好 這是防呆啦 算是防呆裝置 所以就不需要去太苛責它了 好 基本上呢 這一個系列的產線呢 它最大著重於它一個比較創意一點點的變形結構 可是坦白講 變形沒有很創意 好 那機械細節呢 是真的有做到非常的豐富 各位可以從我前幾款玩具到這一款來看 它身上的細節呢 確實是做得非常的豐富 而且 沒有超過那種 我說了 如果你機械這種細節呢 做太多的話又太超過 做太少覺得不夠 所以它做到的是一個 蠻棒的一個平衡點 就是讓大家覺得不會太多細節 多到凌亂了 也不會少到 讓你覺得好像 沒什麼 沒什麼心意這樣子 好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的 那 孩子寶官方的玩具呢 其實這一款我是沒有辦法打什麼分數的 因為我說過了 它跟前面幾款的玩具的變形結構呢 太相似了 所以 沒有辦法打什麼分 所以各位就見諒吧 好 那這個影片過後呢 我會再放上一個 它的 大合體的影片 好 那就請各位就 期待吧 雖然你可能在別的地方已經看過了 好 沒關係再看一次 好 那 每個人的變形 可能有每個人變形時候的感想 那就聽聽我的感想吧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裡了 好 如果你覺得喜歡今天的影片呢 麻煩下面幫我點一個讚 然後最好是可以幫我點個訂閱追蹤 那下次可以看到我新的影片 好 那如果你覺得我的影片呢 有什麼 你想知道的問題 或上面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 我們就可以問答 好 基本上我的留言率回覆是蠻高的 好 那想跟我聊天就在下面留言吧 OK 那今天這一支呢 就收到這裡了 好 那下一款就是它的一個大合體的影片 謝謝各位